有趣的事情來了 張志倫這個咖 我講這個咖 所以我真的從頭上也瞧不起他 這個咖呢 出來選舉一路被吳徵跟我 踢爆了多少東西 可是我也是跟大家預告 我們煮菜還沒上 今天煮菜中午什麼 三大鐵鎮 一槍斃命的 張志倫買票鐵鎮 鐵鎮一 每個月例行包紅包給里長 綜合93個 每個里一個月會辦 兩次中午的共產 給老娘來吃飯 張志倫只要去一定包紅包 一包紅包就是3000 一個月就包55萬8千 一年就包669萬 光公餐的紅包就669萬 你以為這很多嗎 來給大家看這邊 民房分隊餐序 包多少錢呢 2萬元 綜合彰化同鄉會開禮監事會 送什麼呢 送電腦一組 哇這也是幾萬元 還有呢 錦南禮班歌唱班 包多少錢呢 包1萬8 還有呢 呂小姐跟邱先生結婚 因為呂小姐的爸爸是里長 包多少錢呢 2萬6千元 欸 她能包就包耶 這個一整年 我們估算她的行程 她至少要再花2000萬 再來呢 我們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內部有吹哨子 而且張志倫呢 還有一個叫做 買票代號 裡面有會選名測影代號 老闆叫張慶聰 會計師叫張志倫 I call 屬屬 然後叫做競選總幹事 張國妍 非常懂 欸這東西裡面法律的 要違反全爸爸 99條之一的 買票罪了吧 對啦 張志倫現在第一件事情呢 就趕快去便利商店 去買信卡 因為檢調已經可能在監聽他了 哎呦 整體的犯罪證據 非常的明確 啊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呢 因為我手上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版本 仔細看到發現是說 他這個背心是 立委參選 是 張志倫背心 這個很關鍵 因為他可能會狡辯說 那個跟立委行程無關 跟選舉無關 對 我只是單純去參加地方的這個活動 什麼基金位 或者是說 這個什麼前年的 或是很久以前的照片 沒有 就是呢 現在他正在參選期間 而且在立委參選的人 就直接穿在他背心上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剛剛證據那邊有單據嘛 那單據其實他可以 因為我這個拗把是說 我是拿這個錢 具有對價的關係 去買便當 復工讀生的這個費用 那這是合法的嘛 但重點是上面有講說是 紅包 他就贊助你 讓你就可以去吃香喝辣的 第三件事情 就是所謂對價的關係 這為什麼很嚴重呢 因為剛剛講到說 欸為什麼這麼多人結婚 沒拿到錢 因為你家人不是里長嘛 可惡 來你看 女方家長 圍橫入里長 里長嘛 就是所謂的裝膠 可以面對面 看到鄉親 然後跟他們拉票 所以就是為什麼 他要特別把錢 撒在這些人身上 而這些人 是對選舉會有直接影響 但是重點是說 他專門針對里長 像這個違法的 市政跟因果關係 變得更明確嘛 你就是針對一些 有票員的裝膠 特別去撒錢 但是沒有人呼籲 啊 中和這個選民 一定要站出來 有任何知道 這所有市政的 趕快現在加碼 中來 加碼去檢舉 說不定有機會 有一些市政事 你們沒啟動到 他們也可以賺到檢舉獎金 還想說不定 你請客 又買到檢舉 去檢舉 去檢舉